当一个男人在身处高位时 其夫人却心系他人 女要成了传宗接待的工具 所有与他有关的人全都如同傀儡一般 这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这还得从幕府将军德川终长下定的一年一度 与以前笔剑讲起 这次比武用真剑参赛 其真刀真枪地打 直到另一下 立马又会将岛居的大臣拼此剑言 岛居称想要看出剑术的优劣 只用木剑便足以分辨 而且现在天下太平 弄浪鲜血占满将军府 恐浪天下人认为这是将军府的阴谋 如此一来将会导致家门走到紧张的局面 谁知德川终长对岛居的剑言无动于衷 于是岛居脱掉了外衣 为了将军府 才疑似来不满德川终长的昏庸 可即便如此 遇见笔剑还是如期举行了 大臣们心存惋惜 因为要在真剑比武中 失去这群宝贵的武士了 这次笔武的双方是 独必剑士 藤木 圆蜘蛛 和侠子 一两子清泉 恶人的残居当然怀疑他们的实力 但恶人甘愿死拼 因为为主君死的其所 是武士的荣耀 武士的命不属于武士 身为抱有不屈精神的武士 只会为自己被赋予的残酷命运 而动摇起昏灵 开局 一样子拔剑 刺了脚趾缝隙的土地 再尊敏地拐着他的脑袋 这是他的必胜架势 双方对峙时 以对方的回忆也慢慢浮现 其然前一样子 来替原支柱所在的道馆 道馆的主人是 岩本狐眼 岩本狐眼最厉害的剑术 是狐眼蜜剑 其剑是诺牛星 神妙之处 古今无人必见 道馆里的原支柱 是同盟中很出色的存在 所以由他先跟一娘子打 结果两招便败备 但主要却是因为一娘子 用了一些下三滥的手法 所以原支柱有了 很深的挫败感和不服 之后道馆的牛骨师兄亲自出骂 他是除了不太成熟的 狐眼牛蜜剑 打败了一娘子 一娘子心服口服 当即就请求 岩本狐眼能够收他为徒 然后出了意料的是 牛骨对一娘子的耳系行为而发怒 他把剑上的一娘子的耳朵 讲到关了起来 一娘子基于 岩本狐眼的财富和土地 以及剑术 便想着如果能成为他的女婿 那绝对是最强最序 带着这个梦想 一娘子终于等到 岩本狐眼的召见 这个岛头子已经处于半分状态 可客在骨子里的5G 却从未消失 所有弟子见他之前 都在没心点鲜血 之后一娘子 清醒地在这天 为一娘子完成了入门仪式 一娘子入门一年后 天赋异禀的他 学会了牛骨师兄的得意招式 头戴战 而与之相比 元之柱的进步却并不大 道管理的人开始议论 也许胡言流的继承人 要义主了 一娘子的目的便是成为继承人 为了进城快点 他在想办法 能岩本胡言的女儿 岩本三重 怀上他的子嗣 会有这种想法的人 自然也是风流成性 只要被他盯上了女人 基本没有人 能逃出他的手掌 而元之柱对于拜个一娘子 一事耿耿于怀 他急于求诊 苦苦训练 在他的眼中 一娘子不知理疏 不配成为继承人 近来 与本胡言清醒的时间 越来越长 一夜 他亲自去见女儿 是否发育完全 所以便询问牛骨 元之柱和一娘子 谁当继承人会更强 牛骨推荐了元之柱 因为元之柱与三重 两情相悦已久 然而与本胡言 只在意谁更强 他用剑划伤了牛骨的嘴 让他闭嘴 接着他下令 将剑客周末的 孪生儿子的手机取代 当元之柱和一娘子去 谁得手 谁就成为三重的丈夫 周末的孪生儿子 兵马和顺马都得到了 周末的真传 先是日团最强的剑刺 当初遇见比武 是胡言和周末比剑 胡言把周末的下巴给削了 但是却被殿下责罚 所以这次命令不难开示 胡言记仇 最后元之柱和一娘子 更拿了一个人头 回来交差 两人成为了胡言的作坊右逼 可最后一天 一娘子私下见了胡言的夫人 将他询问 名为七丁炼佛的剑 徒夫人说此剑 是殿下寄存在胡言拿的 一娘子便又说 传说这剑杀人不掉血 于是胡言 便在殿下面前试了试剑 被杀了任何毫无感觉 过了几分钟后 那伤口才突然裂开 此的便是夫人当初的伪婚夫 知道真相的夫人 开始和一娘子有了私情 也知道自己被外人 所传的客服之命 全是胡言所谓 这些谈话都被撞坏的牛骨 不久后胡言将三重许给了一娘子 三重不从却没办法 原则诸如像个葵的一般 莫不作声 虽然他的剑术 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胡言本想到一娘子和三重 当着大家的面 完成床地之事 但一娘子意外地理解三重 他问了请求在成婚后再说 现在就要了三重 恐怕会逼他咬舌自尽 而胡言之所以会发了疯 想要女儿跟人结婚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替他传宗接代 仅此而易 女儿的作用也就只是这样 有趣的是就是这一天的举动 让三重爱上如此 散解人意的一娘子 在那个时代 女性想要被尊重 是谈何容易 三重也是深知这个道理 但最重要的还是一娘子的情商 因为即便是原之助身为前继承人的身份 也都从傀儡一般被胡言所掌控 道场的每一个人都像傀儡一般被束缚住 因此原之助对此事却心结难解 如果他知道一娘子此时 跟胡言夫人还保持联系 那估计会立刻提到傻人 一娘子并没有跟夫人断了联系 相反夫人不愿意将心爱的一娘子 交给自己的妓女三重 所以夫人对胡言很极乐 想要刺杀她 居然没有开始就被吓坏 胡言也从中发现了夫人与一娘子的奸情 她更改继承人的做法 改变了几个人的命运 也让一娘子扣上了侍母的头衔 为了其心自己曾是参计之子的背景 她认为自己没有选择 也只能这样做 而发现奸情的胡言假意召唤一娘子 要传授她胡言流蜜剑流星 在此之间 牛骨先跟她鄙视 牛骨在胡言的受益下重伤她 所有原支柱与她鄙视 一娘子以为自己是在彼得了 是一次在坏想自己已经得到了财富地位 最后就被原支柱重伤昏迷 曾经被忽视的原支柱 已经强达到了另一种地步 当初她杀死了赵木兽 猫胞胎兄弟家人来复仇 也是被她一刀接过 胡言下定让夫人亲手用烧红的铁 烫一娘子的下体 之后胡言亲手毁了她的眼睛 她成为了忙来后和夫人一同被流放了 这就是胡言的复仇方式 也就是在这一夜诞生了三个怪物 除了一样子之外 便是原支柱以及三重 让原支柱流露出的表情 那牛骨都为之震惊 因为在大记忆中 原支柱就是个面瘫 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情感流露 而三重从小就被胡言扼杀一切冲净 如今又被爱男所背叛 想起一母亲吊死时 胡言却只说了一句 胡闹 内心的仇恨之重 也在生根发芽 就了这件事过后的几个月 几个无奈见识想要挑战胡言流 原支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徒手便能将其脑袋 以绝快的速度消下 一样子被流放了两年半间 三重因为爱慕着一样子 开始不吃不喝 日渐消瘦 无法完成传统接待的任务 胡言逼着他吃 把他逼得在一天夜里 穿着红衣逃走了 男人一样子一样子 在藤木看待时背后有操控者 他才测试一样子 于是盗拐人开始在盲人中寻找一样子 最后原支柱真的找到了 神志不清的三重 还私下照顾他 一天 消遣大人招见了胡言 胡言带了牛骨和原支柱去了 消遣大人是位盲人 属于此处盲人的头儿 他劝告胡言赶紧选出寄生人 随后他派出和尚西云 让他跟原支柱比试 然而胡言亲自上场了 西云用针剑 胡言只被允许用木剑 西云从小孤苦 吸得西方的极简术 于是他的奇怪招式刺伤了胡言 不过最终是被胡言打败 期间 偷盖了消遣大人的一阳子 出现观赛 这次比剑是一阳子的主意 一再杀死原支柱 却不想被胡言阻挠 一阳子对原支柱说 下一个便是你呢 而近日三重进南开始吃饭了 是一大好 牛骨和原支柱奉胡言之命 开始外出各个小镇 为小门派表演剑术 及剑术指导 来得到赏金 但其实就是在示威 收取保护费 牛骨离开豆馆 现在又在一阳子 打算复仇的紧张切断 所以牛骨不放心地 请求了几位同盟 去道馆里作证 胡言在家里每日愤怒 因为他老婆 几个一阳子出轨的夫人 现在也投靠了消遣大人 服侍其左右 还未离开的原支柱 见到三位牛骨 请来的师兄 买师曾三天狗 为了验证他们的身受 而跟他们鄙视了一番 竟然不想上下 三天狗对原支柱的实力 也是开始称赞起来 路上 牛骨碰到消遣大人手下们 可见是一阳子侠的命令 牛骨虽然实力抄群 两下便杀了众人 却被有毒的力气 给毒伤倒立闻迷 同时也有杀手 拿着手枪要杀原支柱 子弹被原支柱的剑柄挡住 对手被削倒而死 此时原支柱被一阳子 以约战为由调到了外处 所有一阳子和夫人 携手亲自登门道馆 三天狗亲自让二人进门的 他们知道一阳子的来历 打算让他们进了这个门 就无法活着出去 一阳子和夫人 受消遣大人之命 前他为胡言演奏无趣 表演完毕 胡言终于是坐不住了 他仿佛一只门虎 没有任何感情的门骨 那一刻空气是凝固的 夫人恍若觉得自己身处地狱 一阳子逃出充满确心的房间 胡言如门虎下山般走过来 与他对峙 身后的夫人在为一阳子加油 胜负就有一瞬间 活着胡言死 远使一阳子和夫人的头落地 千军一发 一阳子还活着 探劫说胜过所向平民的 胡言流密间流星 然后夫人被杀了 胡言依旧会倒地 这时三重村的喜福出现了 他以为迎来自己与一阳子的良辰几日 胡言恢复了意识 看着三重挂着他 欲发美丽额 这时却被一阳子偷袭 刺中心脏 手指也被他笑掉 胡言的右眼皮也随之掉落 他以如此恐怖的姿态 想要再靠近女儿一次 他一步步地走近女儿 总是倒地而亡 隔天 刚回来的人之处 只看到了师父的失手 他沉默地 心痛地不停地 吸引着胡言的血 想要为他止血 不久牛顾全一回来 刚到道馆门口 便差不多知道师父死了 他痛苦地在门口大喊 而一阳子杀死胡言后 名气大称 面见了城主 自称无名流派 开头所提到的真剑鄙视 便是这些恩怨情仇的后续 而这部动画便是 2007年的神纪动画 剑豪生死斗 他的评分高达9.2 眼不合就开膛破度 以美之名想死而生 这部动画关键人物就是 三只怪物 而让我最心脏的怪物就是三重 如果一阳子变成怪物是咎由自取 如果说圆之族变成怪物 是因恨而生 那么三重变成怪物 则是自我束缚 深爱的人背叛 甚至之后成了是父仇人 而且一阳子对他的爱 一直是逢场作戏 全场他没有得到任何倾诉的地方 不管是胡言一或者是圆之助 一或者是胡言夫人跟一阳子 他们都得到了释放 复仇 一或者是倾诉 但三重确实压在心底 他将一切都藏在心底 以至于最后的自我混乱 穿着心脏服走到羊子面前 他无法控制自我 只是变成怪物后最灵人恐惧的 这是一部很彻逻着围的虐心题材 还有一部角色我没有提到 整体观看下来会有些许压抑 但不得不说 本以为是一部武侠题材 所以我却整出一部家庭伦理 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想一例推荐观看原片 因为只有直观那些战斗画面 才能更加明白直播动画的魅力 我是少年 一位迷恋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解说请点关注 那么给我的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